今天的Let's go大玩家 带大家来到的是嘉宜的大谱 那么这里呢 就是远近熟名的真文水库了 到底这里还有哪里好玩的呢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很快啊 真文水库呢 就会有无障碍设施 可以加会那些行动不变者 或者是年长者跟小朋友 让他们可以直接上船 是不是方便又贴心呢 山猪 而且他们听这种音乐 山猪很凶耶 而且它野生的 你看这只多猛 这只给我抢在那个摇滚区 它会不会突然间掉过来 它很近耶 而且刚刚我们船快要靠近的时候 我大概算一下大概两三只 结果越近越近 你看 滚整棚的啦 滚整棚的 还有那个白色的西家带卷 五代同堂全部都带来了 船长你好 你好 你现在是准备要钓鱼是不是 对啊 在准备我们的钓竿 所以这个平台是可以让观光客 来体验钓鱼的乐趣的 对可以体验 可是像我是完全没有钓过鱼的人 我有办法很容易就上手吗 可以 我们这里有一个绰号叫钓鱼 保证斑 好我们这个把它卷开 右手放出去 然后钓竿朝下 然后我们的放线的地方 这个铁环打开 然后往上拉一下 然后慢慢的往下 直到你钓竿下不去 我们就慢慢再往上拉 然后反复这个动作 那怎么样叫做是有鱼来了 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人在跟你拉扯 好像有 好像有了 好像有 我应该有钓到吧 啊啊啊啊 我活到高龄32岁 第一次钓到鱼 而且一箭双雕 但是我现在有点害怕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鹰靠我们越来越近 没有错 那个就是我们的老鹰黑鱼 他们为什么要越来越靠近我们 因为他们知道钓鱼平台 这里很多人会钓鱼 不喜欢的鱼会把它放生回去 所以老鹰会想要去抓那些鱼 哇所以来这边呢 你除了可以在钓鱼平台上面体验到钓鱼的乐趣以外 其实呢 你还可以很近很近的距离看到这些野生的老鹰 哇 真没想到真文水库的又好玩又亲民 在整趟旅程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到山珠岛跟山珠相见欢 还能够近距离看到非常刺激的老鹰追逐秀 但是大浦这里啊 精彩的地方还不止这样 听说它有一个众人皆知的特产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把它挖出来 哦 陶家娘 嘿 哦 你现在那个模型模型做的是什么 做这个模型 你说这个模型 我们一年来里是哪个月份有在出 切割到十月这个中间 拆削的时候是切嘛 我们要把它刷起 要把它腌制嘛 把它发号 就是穿我们现在你用的春冠 那是什么你就这样拔 因为这个你没有拔的时候 这个整机我们没有去煮了 除了做春冠 我们还可以做出什么 什么样的产品 譬如说有什么 你穿正筍 生筍 切筍 变作是我们家的这个计刃 对对对 我跟你说 你这有这么多 我看你那几个人这样 就像你一人这样做 我来给你盗装 你要把它盗装 等到嘉义大浦呢 千万不能错过这个美味 因为它不但是美味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来大浦转了一圈才知道 原来这里这么好玩 你看远近诚名的真文水库 他们还设计了这么丰富的旅游行程 而且贴心的无障碍设施 也大大提升所有旅游者的便利性 这里还是马祖笋的产地 来到这边你千万别错过 一定要人手一包带回家 有空来嘉义 感受这里满满的活力 我们Let's go大玩家 下次见 拜拜